好 緊接著來看這個 全世界最強的男人 拜登會不會覺得有點尷尬 過去罵別人的口業 現在要自己想辦法解決一下 我們先來認識一個英文單字 P-A-R-I-A-H-P-A-R-I-A-R 什麼意思 進大使給大家解釋一下 賤明啊 這句話 通常我們在口語中 去罵人跟人家吵架會用到嗎 對 這個是一個很階級社會才有的 因為像印度就有分四等人 最下層的就是賤明 那在古代的社會裡面 也有很多有階級封建社會 人有貴族 平民 然後下面就是賤明 人有貴賤 最下等的 日本社會也有 日本叫惠多 就是賤明 所以這個字不但罵人 而且我覺得有歧視味道是不是 這個是極大的歧視 極大的歧視 應該一般就是說 這個像有社會有良好教育 有崇高社會地位的人 不應該隨便用這種字來形容 對 所以你把這個講出來 其實也是貶抑自己啦 對不對 就是告訴大家 我是一個會歧視別人的人 是這種概念 但是很尷尬啊 這誰在罵 這拜登罵的 拜登過去罵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就是這樣罵人家王豬豬 罵這個國家就是一個 破壞了賤明的一個國家 那現在他要去拜訪賤明 他要去造訪這個賤明國家 我們先來看這個 我先給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他當初會這樣講 在2008年的時候 華盛頓郵報有一個記者 遭到謀殺還被肢解 被分屍啊 好可怕 那拜登競選總統的時候 拿這個來大作文章 他就痛斥沙烏地阿拉伯 說是Pirai 說是賤明嘛 因為這位記者呢 是沙國的政治意義人士 他是由美國拘留權的 那根據美國的情報認為 就是這個沙國的王豬下令 把這個記者給幹掉 所以呢這個拜登在選舉的時候 哇 用了好重的詞彙 當時我記得我們新聞 也有特別把他點出來 事實上他一講的時候 雖然那時候他還不是美國總統 但是他在美國政壇 知名度啊 各方面身分都很高 他講出這個詞 那時候所有全世界的媒體 都登的斗大 大家都還滿訝異的 心中就是覺得 原來你是一個會歧視 是一個有階級觀的人 那時候大家覺得 對拜登好像 有一種另外的一個想法 譬如說你剛剛講 那個記者被殺哈少吉 那時候就發生川普任內 然後講美國應該制裁 沙烏地阿拉伯 他的王族穆罕默德 把哈少吉 哈少吉到大使館去辦事 到沙烏地阿拉伯去辦事 因為他跟他女朋友要結婚嘛 女朋友開車載他去 在門口等他 他進去就沒有出來了 川普怎麼講你知道嗎 川普說我們美國 跟阿拉伯還是要繼續負責 繼續會交往 而且會更密切 為什麼呢 川普講得很白喔 他說因為阿拉伯跟我們買 四千五百億的武器 貨品 這對我們美國的就業市場 還有經濟繁榮有很大的貢獻 就是講這麼白啊 那這樣對美國人來講 你可以做但是不能講 川普把他講出來 讓大家覺得說 你這丟我們美國人的臉 所以拜登當時就站在 新聞自由這一邊嘛 就站在人權這一邊嘛 是 所以他當時講了很多很多狠話 包括Pareil 建民他都講出來了 歧視性的 然後他當時也承諾 就是說將來會跟這個 沙烏地阿拉伯政權保持距離 這些話呢斑斑可靠 所以這次呢 他要去訪中東 訪沙烏地阿拉伯 人家這個記者哈少奇的女朋友 就未婚妻講話囉 拜登跟王族會面 讓我覺得沮喪 他痛批拜登失去了道德指南針 這次這個拜登要出訪中東 當然這是他任內的第一次 國內的這個壓力排山倒海而來 董哥 大家很清楚 就是拜登 因為他前面的總統是美國 美國背棄了他所有盟友嘛 那這一次拜登他們去挑起了 俄羅斯跟烏克蘭的戰爭 以後他認為他是空前的成功 把俄羅斯的經濟打回15年前 所以他覺得下來我就把 浩子雨霞來對付中國大陸 那他這兩個月來做了哪些動作呢 你如果看他所有的最近的行程的話 第一個他召集了東協國家到美國 然後說我們要亞洲大家要合作 美國會在這裡再投資多少錢 1.9億 才1.9億他還敢講大話 然後接著5月 大概5月10幾號他就去 韓國跟日本訪問 然後召集印度的總理莫迪 召集澳洲 然後一起來四方會談 四方會談的同時他又弄一個 就是叫亞太經貿論壇 結果台灣沒有加入 大家氣得半死 這就是他亞洲之行 那接著他回白宮 去幹嘛呢 白宮辦了一個活動 叫做美洲峰會 結果他要抵制古巴委內瑞拉 結果反而有 其他國家大家抵制他 總統都不去 連墨西哥也不去 俄瓜都也不去 玻璃維亞也不去 瓜地馬拉 所以他覺得灰頭土臉不成功 不成功怎麼樣 沒關係 歐洲的夥伴始終是挺我的 所以他就帶歐洲 參加機械文 機械文果然講了一些官話 然後接下來又增加 又參加了NATO的會議 北大西洋共和組織 大家又開始 我們要團結要怎麼樣 其實我們知道 歐洲這些國家挺烏克蘭 現在已經沒什麼先了 對 但總哥我們還是拉回來 先到這個沙烏地阿拉伯這邊 因為就是因為這個 這個字實在是太重了 所以這個拜登上任之後 跟沙國的關係一直不是很好 這次去是有點修復的意味 那當然還有很重要的目標 去找油 現在油上有缺口 但是問題是他在選舉的時候 因為講過這番談話 當時做出了很多承諾 站在川普的對立面 站在沙烏地阿拉伯對立面 所以這次他的出訪 在國內壓力非常大 那拜登特別投書給華郵 主要是因為當時這位記者 就是華郵的記者 所以他特別投書華郵 寫了漏漏長的一篇 一大堆有沒有 他解釋 我知道很多人不同意 我前往沙烏地阿拉伯 我出訪的行程 基本上自由一定會在 人權還有自由一定會在議程上 他說他要跟人家沙烏地王儲 講人權 我就不知道他要怎麼講 對人權的看法明確持續會存在 我會忠於美國人的基本價值等等 他投書在華郵 希望為自己辯解 那這次去幹嘛呢 中東行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因為說拜登此行 就是要去說服沙烏地阿拉伯 開採更多的緣油 油不夠 就是不夠啊 因為這個制裁俄羅斯的關係 也遏止這個飆升的油價 然後當然還包括這個選舉 是去幫選舉製造力多的 但是我們看到拜登政府很有趣 白宮也好 這個拜登政府也好 這個華府也好 左講右講就不太願意講油 為什麼呢 應該是不太有把握 所以說這次會見這個沙國王珠 重點是安全問題 區域安全 沒有打算在訪問期間 宣布任何石油的交易 但是美國匿名的官員告訴大家 其實雙方已經達成了共識 不會在雙方會面的時候 把他講出來 但是呢會怎樣 會在這個配合協議 今年九月到期之後呢 沙國就會乖乖地提高石油產量 然後呢 剛好在今年其中選舉前會公佈 等於說會做一個大利多 給這個拜登 但介大使你怎麼看 雙方的心結解不解得開 不管如何 人家沙國是一個怎麼講 君主國家 被罵賤民 你想想看 我就不知道這個心結解不解得開 所以這次據說 雙方是不會握手 現在已經講了不會握手 表面上是防疫理由 但是美國也不太希望被拍到 因為拍到之後回去 他的政敵可以大做文章嘛 對於沙國的民眾來看 也覺得心裡很不好受啊 當初你在美國 罵我們的國家是賤民國家 現在你跑過來跟我的王儲握手 所以你覺得這個心結能解嗎 還有我提供幾個背景資料給大家看 當初因為這個缺油的時候 所以這個美國不斷地 對這個沙國的王儲施壓 但他到時候火大 根本不接拜登的電話 我們那時候還講過這一題有沒有 因為美國總統打電話來 竟然不接也夠有種 然後後來怎麼樣 後來你看 他賣給中國大陸的石油 就用人民幣來計價 就是拉抬人民幣的價格嗎 其實也有點抵制石油美元 對 其實阿拉伯 沙國的阿拉伯 他是有他的跟美國對抗的本錢 不過就是說 可是他自己現在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這個王位繼承 在這個關頭 他也很怕美國 最後跟他搞一個 在這邊就是說 拆他的台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 哈少吉這個事情 事實上那時候拜登這個講法 事實上也有傷到這個 這個沙國的王位的繼承 現在的這個王储的這個 他的地位 所以他也是很小心 不過就是說 當時美國缺油的時候 拜登是打電話給他 他就不接 不接就表示 我已經對你那句話 我已經怎麼講 這個英文講我已經踢回去了 那當然不是 這也是一個蠻強的 因為美國總統打電話給我 他不接 基本上已經對他自己內外 他都有個交代說 他惹到我了 所以呢 我就現在就不離開 而且還把這個消息放出去 放出去 那這個現在他們這些整個去 這種總統級的訪問 所有就是說 要整個的細節 跟最後要出 產出的產品是什麼 都已經談好 我們在這個 所有安排這種高層出訪 一定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結果是什麼 他最要的成果是什麼 這個如果沒有成果 而且是拜登 想要的成果沒有的話 沙烏地想要的成果沒有的話 這個也見不到面 不過我覺得 沙烏地阿波大概 開出來的條件就是說 這樣子 你要石油的話 你拜登親自跑來一趟 你親自到我沙烏地阿波來一趟 因為以前美國 都是把一些國家領袖叫過來 叫過來 那個澤文斯基也被叫到白宮顧 日本等等都是叫過來 但是這一次是拜登要親自過去 這個也不太一樣 他要親自過去 所以他現在拜登 就非去那麼一趟不可 你不去的話 對不起 我這個石油我就不增產 因為他現在一天 有240萬桶的增額的潛力 這個正好是美國需要的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雙方是已經談妥了 那麼美國一定是第一個 好我同意來一趟 表示對你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王儲的一個地位的肯定 而且拜登除了講這個賤明之外 他一開始的時候 他事實上 他是要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 這個國王打電話 結果沙烏地阿拉伯說 對不起我們現在是王儲當家 請你跟王儲聯絡 他上台的時候拜登公開講 他說我的對口是國王 不是那個王儲 我不跟他講話 拜登上台的時候講 可是這句話 現在沙烏地阿拉伯 也等於叫拜登吞回去 你就說你當初說 不跟我王儲 這個對口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叫你親自跑來 跟我的王儲面對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雙方都是怎麼講呢 因為各有所需 最後還是達到雙方所需要的東西 所以你怎麼看待 連握手都不握 這個我想就是說 雙方一定爭了很久 我覺得就是說 兩邊都不想握吧 是不是 雙方都有不握的理由 不過沙烏地阿拉伯是這樣 他基本上內部的整個的 輿論嚴格控制 所以沙烏地阿拉伯那邊 倒比較好對內交代 說不定可能沒有看到 當初的Prior這個 我想他內部一定完全 這個新聞封鎖 否則還得了炸鍋了 他事實上 沙烏地阿拉伯的報紙 也完全是掌控 沙烏地阿拉伯是一個 非常非常專制的國家 所以美國事實上 本來跟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就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 不是有什麼理念的 本來就差距很多 為什麼拜登當時會講這句話 用這個賤明來形容 因為那個時候事情發生以後 本來川普還想拖 後來各界的壓力 川普說好 那我們自己的政府 叫CIA 叫FBI做一下調查 結果他們調查的結果 一公佈以後說 確實這個王主涉嫌 所以川普那個時候 是剛剛董哥講的 他是輕描淡血把他帶過去 可是當時因為拜登 他是想要去挑戰川普 所以講得非常重的話 那現在他沒有想到說 就有一天他需要 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 因為美國事實上 已經不需要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 他大概每年從沙烏地阿拉伯 進口的石油量非常少 還是有買 可是不需要 可是沒想到 這個俄烏戰爭這樣一打下來 這個全世界的石油這樣飆上去 美國的這個相對的這個 物價一直上漲 通貨膨脹 現在他非得怎麼講呢 就等於說 有人講說他是赴金請罪 去沙烏地阿拉伯 洗門瘋 赴金請罪 自己造的口業要自己擔 自己擔 所以可是他花了很多解釋的功夫 而且設計得很漂亮 說我是先到以色列 從以色列直接到沙烏地阿拉伯 這有點轉移焦點對不對 他不斷地在 他可以讓這個拉近以色列 跟沙烏地阿拉伯的距離 對 可是我看了歐洲的媒體 都基本上都不給他面子 都說沙烏地 他說拜登去沙烏地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石油 要石油 就是石油 沒有別的 這個東西白宮跟華府 都是清清代國 都說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是去做區域安全的 去對付伊朗的對不對 都把重點放在這裡 對 就是轉移注意力 轉移焦點 這是我覺得美國政府最擅長的 那基本上美國人 基本上對於他們自己國家的元首 尤其在外交上 多半還是留一手 不會把他講得太穿 那這一次我覺得他去以色列 最主要原因 也是為了國內的選舉 因為我想他一定是承諾了 國內的這個猶太人團體 猶太人團體在選舉的時候 拿了人家錢 金主 大金主 金主 而且這個猶太人 事實上他們這個 在美國的政治影響力 大到你很難想像 但你看拜登 在他當副總統的時候 他訪問過以色列 當時跟當時的以色列領導人 納坦雅胡搞得不歡而散 對不對 他也是都站在以色列的 主張的對立面 叫他不要開拓 這個囤墾區等等 所以當時以色列人民也很反彈 所以這是有點尷尬 他去中東 包括以色列也好 包括沙烏地 阿拉伯也好 過去他都曾經得罪過 對不對 但現在勿患心儀 他有求於對方 不過也是這樣講 國際上很現實 雙方都有需求 所以就演出這場大戲 那按照介大使的國際經驗來講 其實這一切都已經安排妥當了 安排妥當 幕僚早就安排妥當 所以大家就行禮如宜就對了 你有在煮飯的朋友 或者是您吃過這款 海皇XO干貝帳的朋友 您一定會知道 它的美味到底會多讓人回味無窮 現在購買 記得快點購 輸入我的折扣碼 CTI-71G 就可以買到非常優惠的價格了